現在詳細內容 負責全港超過600座大廈升降機維修服務的承建商 第三克老伯 八成維修員因為不滿待遇罷工 勞資雙方下午談判破裂 工會說他們明天會繼續罷工 如果仍然沒有進展 就可能會暫停提供緊急服務 資方呼籲員工要重返工作崗位 又強調會盡力確保不影響電梯緊急維修 罷工的低深刻老伯維修員大概有70人 佔維修員總數八成 去到紅磡公司總部外罷工 暫停例行維修台保養服務 緊急服務就維持正常 勞資雙方下午談判之後宣布談判破裂 罷工的員工晚上維持有限度的緊急服務 星期二會繼續停止例行檢查服務 如果談判沒有進展 工業行動會升級 如果公司仍然沒有誠意和沒有實質的事情 答應到工友 我們的行動會升級 例如滑機、混人 我們應該會全部停頓 公司很強硬 公司沒有任何承諾給伙伴 你們想怎樣可以繼續 而蒂森就發表聲明 促請員工理行僱傭合約返回工作崗位 又強調會盡力確保不影響電梯緊急維修 公司會和工人代表就員工薪酬定期開會 而今次勞資九分是由於工人不滿意人手不足 連同留在公司通宵後照 有時要連續工作三十三個小時 又要檢查四至五部升級 但又要出去走修理兩至三個 有做了七、八年的維修員 不滿意底薪偏低 要求加薪兩成和同業看齊 已經做了七年多 差不多八年了 我現在的薪金水平是維持很低的水平 都是說七千左右 我進來的時候就六千四百元 他說現時連同超時津貼 月入剛剛超過一萬 公司說暫時不知道資方 會否還跟他們開會 但是他們星期夜早上 會繼續在這裡抗議和罷工 無線電視記者情間報導